你好 麻煩你 謝謝 不好意思 對不起 非常好 麻煩你 麻煩你 不如你們給我吧 因為戰制派議員可能會提供演習 民主黨的決定是怎樣 你們會避植還是被植 譴責動議是有兩個部份 有一個部份是要展開獨立調查的過程 是就事件的全部資訊作一個報告 因此提出這個動議的時間 首先要通過一個成立專責委員會 去就事件進行調查 在這個部份民主黨 是會以一種 因為我們要避嫌的關係 我們就不會參與其中的 亦都讓獨立調查的過程 是它可以自然地展開 亦都希望能夠通過獨立調查的過程 是會掌握到 所有的資訊的全部訊息 當有了這個報告之後 那天制派或專入委員會 就會將有關的報告 交上大會上進行最後的表決 去決定是否通過到譴責動議 那階段我們就會視乎 當時陳上在桌上的所有證據 我們是綜合考慮之下再作決定 所以今天如果你問最終那個譴責動議的話 我們是未有任何的立場和看法 但是我們會希望能夠是 如果建制派是要做那個獨立調查 成立專責委員會的話 我們都是會同意 亦都是因為這樣我們會避嫌 是去作為一個處理的方法 如果是葉劉大一次提到 譴責動議成立調查委員會 你們都會表達會支持成立 是否這樣的理解 我想我們用一個 我們是會 因為始終那個調查的過程 就牽涉到我們民主黨的成員 所以我們是會被職處理的 但是立場上面 你們其實是否都是會做的 但是有機會做的 哪個部分 在這個調查 我覺得這個真是言之上早 我們會視乎整個調查的過程 報告的內容 我們先作最後綜合的考慮 所以今天我們其實是沒有任何的 在這一點上 可能有些記者朋友 有個誤會就以為我一直在說 那個是不在籍的說法 不在籍的說法就是我們 那麼久以來都是 當我們是要成立專責委員會 去就著同事的行為守則 進行這個專責調查的時間 民主黨的成員如果是 當中的其中一位被調查對象的話 我們選擇的做法就是 我們是會被嫌被職去處理這個部分 但是有了這個報告 我們一定是會根據報告所提供的所有資訊 全面去衡量究竟相關的決定 是否和這個取消議員資格 是有一個合理的比例 我們先作最後的決定 因此今天我們在這裏 就真的言之尚早 事實上有關的案情本身 都還有一個我想幾重要的 是未有的資訊 就是究竟那個女事主 她是在這件事裏面 她的感受 她當時有一些 可能是所謂盲點的地方 實際上發生甚麼事 其實這個我們都未清晰 因此我們覺得 有警方程序正在行 有這個 可能專責委員會會出現 也可能甚至會 稍後時間有這個 女事主那個 相應的說明的時候 這個我們可以有更多的資訊 去作出我們應該有的判斷 請問你們看完影片之後 和你們本來的認知 有沒有甚麼分別 就是許智峯和你們說的 和影片有甚麼分別 和看完之後有甚麼看法 其實看完影片的話 和我們昨天中委會的決定 其實是相當之吻合的 因為如果大家 我想讀動我們的決定 給大家聽 民主黨認為許智峯粗暴無禮 欺凌冒犯女事主 嚴重損害民主黨聲譽 行為極不恰當 有負公眾期望 我們對許智峯作出 強烈的譴責 我們在這個描述裡面 其實很清楚地指出 就是說 我們覺得許智峯 是粗暴無禮 欺凌冒犯女事主 在這點上面 我覺得和我們在影片上 我們的感受是一致的 有其他泰民的政黨 就因為在影片上 就覺得其實和罷免 他之中是很豐富美麗 亦都有議員表明 是不會支持那個罷免的動議 其實你們同不同這個看法 我想我們作為一個 其中是有利益衝突的一個政黨 看我講了其他的政黨 其他的盟友 他的回應 我們不作任何評論 而民主黨是會按照 我們能夠掌握到的 是最終那份報告的結果 相應的可能 所有的 譬如說是警方的調查 各種的情境 綜合考慮 去作出最後的決定 CY, what are the factors that you will consider when deciding to vote on the final censure motion and whether or not the Democratic Party lawmakers will be present during the voting Up to this moment we have not yet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how we will act in the final decision voting but basically we need to see the report we need to have all sorts of the evidence and then we will consider the case holistically so that we can have just positions and judgment to conclude our voting behavior our voting decisions for Ted Hui so in this moment it's too early to say because Edmund you think it's not really if you are not going to be in the position you are not going to be in the position you think it's not going to be in the position you are not going to be in the position and if you think I think 民主黨中委會 所作的 就是我們的決定 譴責的動議 以及 將許智峯 凍結會席 然後送交到紀律委員會 上面進行進一步的 聆訊 讓一個民主黨內部的制度清楚能夠走過 也確保許智峰應該有的程序公義得到彰顯 因此我們在這裡拿一個平衡點 我未有紀律委員會的終極報告之前 我們都不會可以作出所謂的隔除許智峰黨籍的做法 因為根據我們民主黨的章程的話 隔除黨籍的做法是需要來自紀律委員會的一個決定 然後由中委會決定接受與否 因此在這個階段裡我們是對不起 是無可奉告在這一點上 但我們希望紀律委員會能夠盡快做好 他的調查工作 然後讓中委會可以作出一個適當的決定